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933年春 日本关东军悍然进攻热河 并越过长城各口打进山海关 平静危急 中国军队虽奋起抵抗日军 但中英实力悬殊 节节败疼 日军一旦攻陷北平天津 不但整个华北会陷入混乱 全国政局也将因此产生巨大震动 战不能胜 平静又绝不能失 此时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唯一途径 似乎只剩外交了 然而 由何人来负责此番对日外交 则是国民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 万般无奈之际 蒋介石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自己隐居在浙江的蒙兄黄福 黄福 浙江嘉兴人 古昌起义后 黄福与蒋介石参与了 陈其梅主持的光复上海活动 三人成了结义兄弟 誓言 安慰他日终续账 干苦来时要共长 蒋介石之所以在此时 想到请黄福出山 既因为黄福与自己乃是 金兰结义之交 也因为黄福乃是当时政坛上 少有的知日派 与日本驻华公使及五官 多有私人交易 所以由黄福主持对日谈判 或许还有一线之急 综合看来 黄福无疑是目前北上 与日军谈判的最佳人选 但是他在接到蒙帝 蒋介石的邀请之后 并未马上做出决定 眼看平静形势 一天比一天危急 黄福却一直犹豫不决 他到底在顾虑什么呢 1928年 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 出兵济南 进攻国民革命军 中国军民死伤大万计 史称济南惨案 当时未完成北伐 国军不得不与日军妥协 但身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 不愿承担 亲日合议的骂名 一切谈判 都由黄福出面 一时间 黄福就成了国内舆论 抨击的交点 而让黄福意外的是 甚至交涉内勤的 国民政府高层 居然也不体谅 自己的难处 自己在前方 与日军艰难谈判 高层政要们 则在后方 大唱高调 以博取舆论的称赞 连蒋介石也迫于舆论压力 劝黄福辞去外交部长支持 以谢国人 后来 黄福曾在私人书信中 表达了他的心结 起案所受刺激 公子两项 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 兄在政治上 便有二十年之经验 绝非量宅之人 为此一段内外交迫之伤心事 是令我 莫持 不能忘 正因为 存着这样的心结 黄福 在过去长达五年的时间里 一再挽拒 蒋介石的邀约 不愿涉足政坛 而此次北上谈判 明显 又是一份吃力 而不讨好工作 面对 眼下的平经危局 黄福 是否愿意再一次 为自己的蒙地 蒋介石赴汤导火呢 四月二十五日 黄福抵达南昌 面见就一时 才看到前线 汇报的真实情形后 他意识到 问题极其严重 正如他后来在电报中 所说的那样 平经一时 中央政局 一臂动摇 财政无办法 两项阶级之圆角 平汉 平随 北宁 京浦各县制交通枢纽 静落敌手 国土变色 地方糜烂 汇军 且将波及遇入 也许是看到眼下情形 除了对日谈判 再无其他解决之办法 黄福最终决定 出山北上 面对劝阻自己的家人和好友 黄福的解释是 我不入地 谁入地狱呢 5月3日 蒋介石设立行政院 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任命黄福为委员长 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 自918事变以来 国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 就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 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务 在少壮叛军人的主控之下 气焰之狂妄 根本是无力可谈 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 只不过是让中国在会议桌上 屈膝受阻而已 就在黄福善良的当天 日军为了争以到更为有力的城下之盟 开始加紧对北平方向的进攻 5月6日 原本在长城关外的日军 越过长城的关口 猛攻在卵东的华军 华军根本没有料到 日军会退而复返 更没有想到 在谈判即将开始时 日军会加强攻击 驾杀华军已经历劫 而不堪在战 因此 卵东阵地连续失守 日军席选卵东各个军事重镇 对此情形 黄福在日记中写道 前线之时 已不能以日记 而以实际 宋哲元将军 言其兵在西风口 警士如虎 退士如狗 此时 则入绵阳 驱斥不动 商镇将军 允在某一支持一日 为全场最能负责之人 让黄福 头疼的事情 还不止于此 由于 华北军方高层碍于舆论压力 不敢命前线部队 坚决执行 后撤停战的指示 南京政府高层 也碍于舆论 不敢负责地 给出中方 对日和谈的底线 甚至不敢 对媒体承认 和谈的存在 所以谈判进展极难 随着日军的步步逼宫 留给黄福的时间 越来越少 5月21日 日军兵风前远 突破乡腹 直逼北平外围的通筑 炮声响彻北平全城 5月22日 日军四路禁逼北平 城内秩序大乱 暴动迭起 北平军分会认为 大势已去 北平难逃 沦陷厄谱 决定 将整个军分会 则难撤之保定 紧留部分军队 做守城牺牲之力 以告备舆论 南京行政院 这才发出非正式指示 确定和谈底线 处签字承认美国 各让四省之条约外 其他条件 皆可答应 接获上述指示后 皇府紧急约谈日方代表 次日 双方达成初步协议 北平 虽免遭沦陷 对这一夜的具体经历 皇府所谈甚少 只用了十六个字来形容 彻夜周旋 心酸胆烈 免费缓沦 不过好歹 北平的局势 总算是暂时稳定下来 这让皇府 稍稍松了口气 但没过多久 蒋介石就连续发来了 两封电报 而电报的内容 却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5月24日 蒋介石指示皇府 表示认可初步协议 事已至此 委屈求全 原非得意 转而又要求皇府 一面向日方力争停战协议 不要行诸文字 以免激励士气 重整军容 以被最后之牺牲 5月25日 同样的文字游戏 再次建筑蒋介石 给皇府的电报 至于协定一节 总需避免文字方式 以免将来引以为力 最高无上之决心 不可虚于祸往 第一位 不由以北平死战 绝不能满窝口之欲 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 蒋介石的文字游戏 用意非常明显 在蒋介石看来 既然和谈已初步达成 接下来 自子也不妨 多说一些立场强硬的漂亮话 迎合当前舆论 及后世史家 而这些话 却让皇府似乎 再次感受到了自己 五年前的处境 针对蒋的这两封电报 五月二十七日 皇府给蒋介石 回了一封长信 信中满腹悲心 皇府说 凶善居六载 虽不可谓 以达卑制双修之旅 然 自信 悲愿绝不知卖国 智慧 绝不知悟国 至尊殿所谓 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 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 则凶 又不能不变 希望今后彼此负责的遵守 供常艰辛之旧约 不专为表面激励之死 是后世之单月电文者 以爱国者为帝 悟国者为兄弟 尽管为了安抚皇府 蒋介石一再解释自己 无意专说 爱国漂亮话 而现皇府与难堪 但其私人日记 仍然暴露了 他的隐秘心思 唐姑协定签订次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 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昨日 庭战协定在唐姑遣词 事实并未有过 而文字 使令人难看 代表之无能 与前方之雀哪意 不胜残皇 作为当事人 蒋介石很清楚谈判的间隙 但同时 他也很清楚 自己的日记 毕竟被后世史家所批约 所以他给了皇府 无能二字作为评价 刻意拉开了 自己与皇府的距离 此次危机过后 皇府继续留在华北 负责与日军交涉 直至1935年春 才因病再次退隐墨干山 这段时间里 国内舆论 对皇府卖国的指责 堆积如山 退隐前夕 皇府接受 大公报记者采访 曾对公众 如此吐露 自己的内心苦蠢 这一年的经过 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 当然能够谅解 一般人则以为 我皇某天生剑骨头 甘心做卖国贼 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 队内则需实时做解释工夫 真是痛苦万分 一年以来 队内队外尽做矮人 我并非不知道伸腰 只是伸伸腰之后 有什么善后办法 为国家设想 不能那样冒险 但国家计券 我唱这出戏 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 我年已五十五 大小的官都曾做过 尚负何求 皇府所说的这出戏 只是国民政府当时 制定的一种 华北对日外交的退却策 简单说来 就是把交涉责任 下放给华北地方机构 中央隐藏在幕后之劳 这样做的好处 是留下缓冲空间 争取备战时间 舆论的骂名 中央也可以有所推卸 1936年12月6日 皇府病逝 十年57岁 国民政府在其包词中写道 不避险阻 历任艰难 隐忍求全 用书获便 心孤世苦 尤人所难 这二十四个字 这大约也算是蒋介石 对这位终身不愿加入 国民党的盟凶的一生 最贴切的评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